一件最低属的白色衬衫怎么满足我们不同场合的穿搭需求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五种不同场合下白色衬衫的穿搭方法 第一个上班通勤 西装套装应该是我们日常上班穿的最多或者是用的最多的那种搭配类型 如果你们是在穿西装套装的时候想要让自己比例看起来更好的话 那么就把我们日常的那种中长款的西装换成这种短款的外套 你整个人看起来就很线长而且非常干练 第二个就是那种重要的场合 黑色还是比较稳妥类的单品 但是呢如果你穿黑色裤子的话就会显得有一点点太若身人物尽了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可以选择黑色的裙子 在面料上花一点点心思就是可以选择那种比较软一点点的材质 然后呢它就会有那种让别人觉得你很有品味 在细节上我们还可以加一个丝巾去增加它的搭配感 这么穿就会让对方觉得说你很重视这次会议 然后增加客户对你要好感度 接下来的场合就是跟闺蜜去约会 这我们比较在意的就是要有一点点轻松慵懒的那种氛围 所以我选择的是用了一个大散裙 然后颜色不是黑色就选择那种卡其色 因为这种颜色就凸显出了它的浪漫 就在你跟闺蜜合照的时候 哪怕你有点小肚子它都会完全遮住 整体的感觉就是那种随意慵懒但透露着精致的感觉 第四个就是周末跟家人一起去公园玩 牛仔加白身三骑是那种表清爽的搭配 我们就可以直接搭一个这样子的条纹毛衣披在肩膀上 在包包的选择上你们就可以选择这种棕色的水桶包 这种搭配的话跟爸妈出去玩拍照也很好看 然后又很方便 然后又是他们心目中的那种小女孩的感觉 最后一个场合就是去看展 颜色我们可以选择出挑一点 因为展嘛它毕竟场景都是那种特别大的 所以你可以多穿花哨一点的衣服 然后在季节上我就增加了一个小撞色的一个资金 跟裤子可以做成一个对比色 鞋子的选择你们可以在资金上找颜色 因为其实我们选择上它颜色已经挺多的了 所以包包的话就选择那种搭配色系的就可以 最好是首领包因为首领包去那 然后拿着一个画色其实拍照会比较出片 好了白衬衫这么多造型 你们最喜欢哪一套在评论中告诉我吧